這個過兩天他又分手了 然後中正的也是神經病 我不知道啦 我覺得他自己也怪怪的 他自己也神經病啊 抱我父親啊 經過世面啊 然後呢 不要一天到晚大廳小怪啊 什麼事情都害怕的話 那個保護不了我啊 那個解決問題的能力啊 不要像個娘們一樣 你懂嗎 討論男人那個 像個女人一樣 受不了啊 然後付個錢 GG歪歪的算什麼東西啊 我覺得男人就是 要先看他有本事嗎 沒本事的話 一天到晚XX你 你是搞屁啊 你都可能會聯絡 這個真是無聊 他已經不見了 那你現在好像 蠻把關美媚的 我沒有把關他 他前幾天跟我說 他又交了一個 但是過兩天他又分手了 然後中正的也是神經病 我不知道啦 我覺得他自己也怪怪的 他自己也神經病啊 你在看男人的標準 還沒差看 第一半的標準 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我看 你的男人眼光 也是 不是那麼好 所以呢 我就乾脆就是索性的就是 遊戲人生就好了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真的要 要幹嘛 懂嗎 你自己開心我已經就好了 幹嘛合理呢 一早麻煩給自己麻煩 給自己一堆問題 給自己一堆幹嘛 另外半年紀查可以到多少 我不知道 我要看感覺 看感覺 他不能照顧我 他只有殺很多人 也沒有癮啊 長進期都沒有病毒 就幫我父親啊 經過失眠啊 然後呢 不要一天到晚 大廳小怪啊 什麼事情都害怕的話 那可能保護不了我啊 那能夠解決問題的能力啊 不要像個娘們一樣 你懂嗎 我喜歡男子漢 不要給我一天到晚 像是假娘子君的 你知道嗎 我不能接受廢話 不然我依靠他 他依靠我啊 所以那感覺真的是會 不對勁你知道嗎 我爬上 爬上男人 像個女人一樣 我受不了啊 然後 付個前提去歪歪的 算什麼東西啊 我會喜歡學校人生 還有 大氣感 還有這個 格局啊 你有沒有做大事的格局 看得清楚 小鼻小眼睛嗎 你算了吧 你自己有遇到 就是 你家裡就想說 什麼都要很難 男人男朋友 就是到處 到處亂交啊 很多啊 那個你就是不喜歡 你把它甩來換一個吧 不喜歡的話 也不是甩啊 你不能這樣講 其實也沒有真的 真的跟誰在一起嘛 就是覺得 大家開心心的 舒舒服服的就OK 那如果呢 你覺得這個 對方關係有問題 或者是有害的時候 就是自己開就好啊 你也不用放太多啊 我覺得是真的概念 但是我通常是 男生就是 用來幫助女生 就是我要 可能到這個國家去 那男生會幫我 我到這個國家去 他願意幫我 所以幫我處理好 我要快的東西 我就覺得很開心了 我覺得男人就是 要先看他有本事嘛 沒本事的話 一天到晚想 幹你 你是搞屁啊 你懂嗎 你看你很本事 你能給我什麼 如果新京員工 做到什麼雷電 你會馬上 跟他說不行 天氣不見了 只要東西弄丟 我是不是我心愛的東西 我會貼笑 你們會很怕 把他的東西弄丟啊 走吧 沒找完 當天就馬力 一定要去買到 一定要先訂到 那東西一定要先給我出現 你對新京員工 會下馬尾嗎 我不會 新京員工我不會帶 所以他們可能會帶他 如果剛才一個演員 就沒有和的話 就大概知道了 那如果OK的話 就還是會讓他嘗試看看 那我也不會下層考驗 就是自然相處吧 然後聽聽看他的想法 很好玩 很好笑的 如果新京員工做到什麼雷電 你會馬上跟他說不行 新京員工好像很少 跟我說話 他有什麼雷電嗎 我一直不見 只要東西弄丟 我就是因為是我心愛的東西 我會貼笑 包包啊 手飾啊 化妝品啊 你們會很怕把他的東西弄丟嗎 糟吧 你們有弄丟過嗎 沒找完當天就馬上一定要去買到 一定要先訂到 那東西一定要先給我出現 會很緊張嗎當下 欸沒有啦 是有弄丟那個 一整袋的衣服 都其實都沒有不見 不能說都沒有不見 比方之後真的會不見 這什麼習俗 破什麼摸頭 對對對破什麼摸頭 家裡面這個好佩服 不要太自以為唷 所以我不會少 我不會少給我團隊的人 你知道嗎 我只怕沒有 沒有人有能力拿這條錢 先斷那阿貓阿狗 雖然是我朋友 沒有能力 一堆月都是拿那三四十萬 我絕對不是 可以說什麼 我愛你 你愛我 那種老闆 可是也知道我自己無法懷孕 我自己沒有辦法 經歷懷孕那種 折磨 我覺得那個太偉大了 但是我 這不是我扛的起來的 我跟我團隊之間就是 每個人不能不一樣 大家都是一樣的 那是 但是我 我不會少給 所以我不會少給 那我也是 該給人家的 或是我 我看到他的能力好的話 我只會越給越多 拿不出錢來 或者是要畫大餅的老闆 我也不插這些東西 我是希望東西可以一起變得更好 但是我不是想要花大手大腳去買精品的人 我的花費也沒有中 我的花費大部分都是在團隊上面 出去玩的錢 其實大部分都是花在這裡 所以我不會少給我團隊的人 你知道我只怕沒有人 沒有人有能力拿這條錢 我不怕你不來拿 我敢一個月給人家出十萬我也不怕 但你就要給我十萬的東西 你懂嗎 我以前對那阿媽阿狗 雖然是我朋友沒有能力 一個月都是拿三四十萬欸 但是沒有能力啊 不是一個 我不是一個 會扣的人 該給你有這個能力 我跟你講我還拜託你給我那個能力 對來到我團隊的人 其實覺得應該都算是知道我的性質是怎麼樣 絕對我絕對不是人會說什麼我愛你 你愛我那種老闆 那不是我的 style 我很討厭那種東西 相親相愛 什麼樣我給你鼓勵 什麼要給你愛溫暖 你去找你的愛人你知道嗎 你不要找我 你知道嗎 我這裡好好工作做事情 你來做事 做事做好了 你該拿就拿 我會照顧你一輩子 你不要跟他們談情說愛 從發學的東西不適合我 你知道嗎 有跟那個公園那個氣球的那個老壞還有聯繫嗎 當然沒有 他怎麼看啊 拜託 你怎麼會覺得那個 你怎麼會覺得那個是我喜歡的行 拜託我一下 誰管他會死啊 我跟你講就是就是他 竟然他會那麼氣球 我就還拍一集而已 就這樣 因為我怎麼我怎麼很會喜歡他 口水很臭 一下也很臭好嗎 我就只是忍了很久 我只是對於工作上面我可以我可以忍耐 但是你說要跟他私交 或是要跟他 我是不可能的啦 有些東西真的是不可能的啦 我也沒那麼隨便好不好 最近有跟妹妹聯絡嗎 我沒有跟他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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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也沒聯絡 我爸也就說 他這個有時候關心他一下 他也要理不理的 算了啦 反正就是他就是這個個性嘛 你太了解了 我家人個性我大概自己知道啊 反正就是他 我妹妹的個性一直來就是 就是這個樣子 不是我控制衣服 他大概就是 比較第一個沒有膽子 然後可能又會比較 遇到事情的時候 又會 又可能又沒辦法自己負責啦 他的事情 他就是我已經習慣他了 我已經習慣他 他就是這種個性的人 現在摺偶的條件 有沒有 我覺得他就是 你必須要知道是這個人 可以有相同的價值觀 因為之前過去很多經驗 所以我覺得 也帶給我很多事情 讓我知道 要怎麼樣選擇一個男生 或這個男生是不是 OK的 你可能會比較 比以前還要容易識別 幫助我的 我們可以一起變得更好的 然後再來是相同的價值觀 因為我是個大器的人嘛 我也說我沒在 我沒在小器的嘛 但他絕對要比我大器 我不是來找個來花我的錢 我不是來對我小器的 那不是我要的 所以圈內圈外都無所謂 只要看個性 我不會要圈內的 我不要圈內的 但是我的我的格局一定是 我已經要找格局大的男人 他能夠分辨什麼東西 是他應該要應該要應該要給的 而不是斤斤計較 什麼東西都把事情做小的 那種小鼻子小眼睛 然後要有自己的事業 要有自己的自己的企圖心的 很希望有我的小孩嘛 之後如果是沒有結婚的話 我就答代理一母聲啊 因為我看到非常多的 同性戀 他們都是在國外 然後去找帶領一母聲下的小孩啊 而且我自己本身也知道 我自己無法懷孕 我自己沒有辦法 經歷懷孕那種折磨 我覺得那個太偉大了 那不是我扛的起來的 我自己很清楚知道 我自己適合什麼跟不適合什麼 那個我沒有辦法 而且那個B聽說 變成那種很大的洞 我不願意 你懂嗎 我覺得沒有什麼小孩 可以讓我付出成這樣啊 然後又有什麼老十幾歲 Oh my god 我是一輩子都要漂亮的 我沒有這種 什麼新生奉獻的心 我打知道你到時候 生出來之後 拿刀砍我啊 或是未來跟我 跟我要生什麼要錢耶 你懂嗎 我把自己弄醜了 換來 換來砍我的 我不能把握我未來的小孩是什麼樣子 所以呢 如果真的是要傳通解采的話 欸 在理育母 就是